3月13日两市整体表现疲软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板指表现更是疲软 早盘创业板是一度放量大跌近三个百分点 南无创业板是为何下挫如此严重 是受到什么影响呢 目前行情应该怎么看 我们看目前的行情呈现两个特点 一是大盘一旦出现上涨或者下跌 大家在情绪上比较激动 不是满仓就是空仓的操作很极端 二是大盘一旦出现上涨或者下挫 大家不是偏向于看牛市来了就是看大盘上涨完结 总的来说就是情绪亢奋并且是容易走极端 我们来剖析一下大盘和创业板为何暴跌 一创业板被养住概念绑架 技术上已经出现了冲顶信号 我们注意到创业板今天早盘下跌逼近三个百分点 有人说是科技股的作用 我们承认确实是有科技股的影响因素 但是目前这一波创业板的上涨主要 还是归功于市值第一的养猪概念股 温室股份 温室股份的上涨引领了创业板的上涨 而今天温室股份的暴跌比基尼 跌停可以说是给创业板指数造成重要伤害 猪肉概念股可能是没有走完 但是这种剧烈波动和分化 给市场带来的是巨大波动 而目前来看 我们认为创业板是出现了三个缺口 走完上涨结构 量能爆发等等 都是顶部和头部信号 并且是比较明显的 这一波的获利盘比较多 尤其是科技股 都是散户 油资 配资等短期资金 所以整体震荡加大了 二 板块轮动越来越快 涨到大篮筹 且轮动时间越来越短 目前这一波行情 是表现出来上涨 轮动到补涨大篮筹 也就是垃圾股的走势 并且本轮行情的东方通信 中国人保 中信箭头等等 都是出现了头部调整 和持续调整 最近尤其是上涨到传媒 港口大篮筹补涨 而最近无之意延伸出来的各种概念股 轮动时间短 轮动时间快 总提示放量 情绪着急的表现 三 资金 情绪主导本轮行情 重要时间窗口 已经快临近 而我们认为 本轮行情的本质 是资金主导的 并且受到情绪 影响比较大 随着三月中旬的来临 大家都是感觉到 急躁 浮躁和难以操作 未来的行情 将是难以操作 和分歧加大 我们建议大家 且行且珍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